台南日前發生四死命案 震驚社會 當時三年一女誠實屋內 情侶黨不要兄弟跟友人留下一書 內容提到是因為債務 官司糾紛才會尋短 但解方查出可能是為了百萬賭債 解方調查三名男性死者 至少有七八名債主 三人成名樂何彩 總債務超過百萬元 成名宗教的他們 疑似為了還賭債 想出開神壇賺錢的方法 甚至還布陣向神明逼問神牌 要是沒中獎 還會火燒神明泄憤 走火入魔道 鄰居嚇到報警 因為祖母當過雞童 三人妄想透過宗教力量遷堵 卻不願工作賺錢 最後被賭債逼上絕路 而流行女大生第一次談戀愛 不過家人反對 對男友全新付出 為了配合男友喜好 出遊都以廟宇為主 最後也因為放不下男友 賠上年輕生命 接下來會找佩如 台南報導 到哪兒